北京公布最新的消息表示 虽然奥运进入倒数计时 但是确诊病例却不断地在累积增加当中 目前为止在闭环村里至少有五个人感染 而且不排除里面有一位是参赛选手 也就是运动员 运动员现在是每日都要接受筛检的状况 只要验出是阳性就必须要接受隔离 当然也有非常大的可能 他们就要错过这一次的国际比赛了 好 再来看南韩人非常习惯用剃光头战